大家好 大家好 這個 我的阿美族的名字 Gazzo Gazzo 不是蟑螂 不是跳蚤 Gazzo Gazzo 不是蟑螂 蔡其他名 對對對 介紹一下我的阿美族的名字 Gazzo的意思 非常好 就是有眼見 看遠方的意思 那這個故事 那個名字的由來是 過去阿美族人 要為了要保護自己的領土 怕異族或者是外族 六青 就會設置那個瞭望台 瞭望台就是 Bikazzo 部落就會派那個勇士 去開始看 窺探敵人的那個 狀況 所以 Gazzo 瞭望台 Bikazzo 叫做 Bikazzo 就是 Gazzo 就是 這個勇士就叫Gazzo 就是有眼見的意思 然後這個 漢信 陳 這個是漢信 這個故事就很有趣 大概在 蔣介石 在1945年9月2號 來到台灣的時候 就要求陳怡 說 去日本化 去本土化 所以我們 在那個以前 沒有漢信 什麼所謂的中國人 這個誠信 我的阿嬤他們就到 護政事務所 被迫去那邊 一定要有漢信 那個漢信 所以 就在那個護政事務所 前面 有那個紙箱 就在裡面擺了很多骰子 骰子裡面 寫著百家信 甩出來就甩出成 甩出來了 然後他的哥哥 青哥哥 甩出張 他的大姐 甩出神 所以秦兄弟不同的姓 這就是我們漢信的由來 我不知道平埔主 是不是在 我不知道 蘭嶼的更誇張 蘭嶼的 因為那個老人家 他的兒子 就跑到護政事務所 就把他召集過來 結果他的媽媽 準備要去這個山上 種芋頭 他說 要有漢信 那裡的人聽不懂啊 什麼什麼 後來就說 因為那個護政人員姓江 要不然就信我的就好了 後來他就看到他媽媽從外面進來 那個外面那個 那個媽媽 要怎麼叫 剛剛要進 哪一位要進來那個 那就叫他江進來好了 是這樣 我們的名字就很草率很隨便 很隨便的就出來了 所以我們 中國人不是那個習俗嗎 說 同性不能有婚姻關係 對不對 結果我們的家族有十一種性 都不能有婚姻關係 高中的時候 欸 因為 因為 我的母親是從別的村莊 到另外一個村莊 看到 欸 高中的時候 就看到一個女生 欸 要不要去我們家玩啊 他說好 就帶到我們家去那邊 媽媽就說 欸 你從哪裡來啊 這樣 那媽媽就懷疑我是不是跟他有曖昧關係 你不要亂來喔 我就開始問 欸 你媽媽是誰啊 你爸爸是誰 一看是他的表哥的小孩 就拔了我的頭 不要打歪主意 這是你的表妹哈 不要亂來 她是不同的姓 她姓王 所以我們家族裡面 我父親這邊有五種姓 我母親這邊有六種姓 姓朱的 姓白的 姓文的 一大堆姓都不能有 所以蠻麻煩的 所以我們要找到喜歡的對象 必須要開親族會議 要先對一下 要比對一下 這個有沒有對到 喔 血緣太親不行 會近親繁殖這樣 所以蠻麻煩的 這個 國民政府帶給這些台灣的原住民 就造了很多很麻煩的事情 所以 佔領者 本來就不應該在這個地方 跟被佔領者的地方 產生婚姻關係 其實剛開始蔣介石有遵守 國際 因為美國人要求蔣介石 不能違反國際法喔 你們不能把你們的阿兵哥來這邊 就上了人家這個被佔領地的人民的女性喔 這樣 可是 撐了沒多久就亂搞啦 哇 所以我的 我的小遺仗就是山東人 山東人 結果我的表弟表妹他們就變成中國人 為什麼 無國際跟有國際的人 發生了關係 就變成 我那個表弟表妹他們就變成中國人 所以他們說高砂族人怎麼那麼少啊 不是那麼少 是因為很多都是被沒有的 被消失的 是這樣 所以這個有機會 未來可以 因為整個資源都掌握在 國民黨這個政權 也往這個政權手上 所以像媒體也是一樣 所以我們的話語權 台灣民政府的話語權是被什麼樣 被蓋起來的 我們沒有辦法發表我們的那個意見 我們看他們像彭文正的節目一樣 我們 這個國際法都不懂 我們乾脆我們台灣民政府 隨便一個過去都比他講得比較好 最近他比較正常 因為被AIT打臉之後 台灣台灣自治 搞公投可以決定台灣的前途 後來被AIT打臉 後來彭教授就在上個禮拜就改了 就回到舊金山條約這個地方 比較正常 原來他講到一個重點 這個彭文正你們知道了 彭教授很有名 他在美國很有名 他就慢慢不得不接受 不得不承認正確的路 以前我們喊了好幾年 十幾年了 結果我們沒有話語權 沒有辦法 要不然他請我們上正路訊節目 我應該他們不太敢 因為我們會講正確的法理之後 會打臉他們 不過他們現在越來越接近我們 我們常常講 99%跟我們一模一樣 只要有一%不一樣 就不一樣 為什麼 那一%是什麼 就是那個叫做什麼 民主自決 他搞那個自決權 我們這邊的老百姓自己決定自己的前途 就是台灣2300萬的人民來決定台灣的前途 後來彭文正在上個禮拜的節目就承認了 他說注意喔 那個領土 人民領土跟這個外交 跟這個要有自己的那個政府 他講到領土的時候 他就開始怎麼樣 不對 他不敢講 你們不要以為2300萬的台灣人 就可以決定台灣人的前途 不 因為領土 領土現在是一個不知道是誰 他就講這句話 我說不錯 進步了 進步了 以前他不是這樣講 他講說2300萬來決定台灣的前途 以前他很堅持這一段 說一定要用公投的方式來決定 奇怪了 這個 他們很早就推動民進黨他們完全執政的時候 就開始要推動所謂的這個全民公投 來決定台灣的前途 結果那天立法院要送公投法的時候 本來從鳥籠 他說這個是鳥籠公投 結果 墨健從夏威夷聽到這個消息 從夏威夷飛到台灣 先找蔡英文 直接找蔡公投 你們想幹什麼 蔡英文說沒有啊沒有啊 結果在台上面就看那個柯健民他們 柯健民一看上面 哇老闆來了 糟糕 哈哈 糟糕 後來 後來他們本來想要把這個公投把它改掉 後來又回到哪裡 原點 那個 從鳥籠公投變成鴿子龍 因為鳥籠 鴿子龍比鳥籠還大 還是離不開那個地方 注意喔 注意喔 銳利的眼神 瞪一下這個柯健民 柯健民一看 不行不行 就從鳥籠變成鴿子龍 結果 彭文正聽到這個消息說 氣死了 開始在節目上罵這個民進黨 騙人 騙台灣人 騙我們 騙這些本土的台灣人 什麼要透過全民公投來決定台灣的前途 也根本就是假的 他們還不死心 後來郭貝宏就 我們來推動 我們來推動 結果呢 最後美國真的受不了了 美國的那個AIT的發言人 真的受不了 就真 啪了一下這個 這些郭貝宏 為什麼 我就在臉書那邊就發佈 中國喊 不要搞台獨 中國喊 這個 習近平喊 一百次 台灣不能搞台獨 還比不過AIT講一次 台灣不能搞公投 台灣不能搞公投 台獨公投 結果 郭貝宏就下台 被拉下來 跟一天就被拉下來 也太巧合了 因為郭貝宏在民視董事長 他很多很多 就是他就開始 上下其手的空間很大 所以那群台獨派的在民視 就是 因為郭貝宏那一句話要推動的時候 就被AIT一打臉 原來台灣的老闆就是AIT AIT的老闆就是美國國會跟川普總統 這個從哪裡來的 台灣關係法寫的 清清楚楚的 台灣的老闆就是這兩個 那最近美國國會不斷的在推什麼 一個法案 台灣旅行法推了一年沒有動靜 到底在等什麼 台灣關係法不夠用嗎 怎麼會不夠用 當然夠用 一切的法律都是從台灣關係法那邊 開始把它 他們講的台灣保障法 就是他的法源基礎就是台灣關係法 因為他不夠 我們要爭強 那台灣關係法的法源呢 對啦 這個台灣關係法是美國的國內法 台灣什麼時候變成美國的國內 這個很多的事情慢慢慢慢慢慢 就越來越清楚 從他們這個 從歐巴馬的2005年的亞太 再平衡開始 經濟政治 國際政治跟軍事 搞在一起來談 才會看得出真真真相 所以美國 上個禮拜以前我就講 台灣是美國的小金庫 70年對基督教的國家來講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數字 因為他們信上帝 信耶穌 70年 要勞受 一切要一筆勾銷 不要再繼續下去了 要不然 違背上帝之意的 就會 你即便是全世界的國家 都打不過美國 對不對 十一艘航母 全世界加起來也不到十一艘 對不對 而且都是小型的 所以你基本上全世界 隨便要以美國為敵 基本上還是不是美國的 對 他就是超級帝國 那推往這個 埃及那個時代也是一樣 但是實際上最文明的這個帝國 結果得罪了上帝 結果怎麼樣 食災嘛 所以美國 川普很清楚 他就職的時候拿了兩本聖經 一本不過要拿兩本 我要拿我媽媽的那一本 一起來來宣誓 你既然手握著這個聖經來宣誓 那你就不這樣 我絕對要兩倍的方式 來去遵照聖經的指示 這個是他們演出來的 在台灣 因為都是什麼媽祖廟 落盡 所以對這種事情就比較不清楚 怎麼這麼早就來這邊 接下來 好 這個是我的故鄉 他現在叫三仙台 在100年前他不叫三仙台 他叫比西里安 比西里安就是 西里叫阿美就叫羊的意思 不是那個義大利那個西西里 不一樣 比西里安 這個拱橋在1990年才完成 過去沒有這個拱橋 沒有拱橋有沒有拱橋的好處 為什麼 你不覺得這個拱橋像一條龍嗎 有沒有 這個就是意識形態 中國人用龍來代表 中國人的象徵對不對 可是這個是被架上去的 被掛上去 所以100年前 根本就不會出現這個事情 為什麼 因為 有一個很有名的戰略 叫做大港口事件 十八 我們叫十八 在那個封冰箱 在那個靖埔 有一個出河口 港口部落 那個時候在1874年 那個牡丹社事件之後 日本假借這個名譽 來去跟北京政府 那個大清帝國的北京政權講說 你們為什麼要殺日本人 因為這件事情被認定為化外之地 台灣是跟中國 台灣的東部跟中國 跟清國都沒有任何的關係 所以為了這件事情 沈寶貞就承上到那個朝廷說 我們是不是要開三副飯 結果沈寶貞到了恆春的外海 就指著東部說 這是大清帝國的領土 就走了 就跟現在習近平他們一樣 從來沒有採過台灣 結果說台灣是他們的一部分 我如果用喊的 那我們來喊也沒關係 中國的福建省是台灣的一部分 要喊很容易 所以這個喊一喊不符合國際法的這個慣例 好 轉到這個 這個跟當地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為什麼叫比西里岸 過去這個島 漲草的時候叫做離島 退草的時候就叫陸聯島 那就聯起來了 所以透過退草的時候 山羌 山羊 什麼這個馬 那個果子梨就會跑進去裡面 結果竹人就發現 怎麼裡面會有羊 變成一個天然的 它就圍起來變成一個牧場一樣 竹人進去的時候發現 這裡有山羊可以打就進去了 結果臨近的部落發現 我們也要怎麼辦 就會產生增殖 這個部落說 這是我的部落你怎麼可以進來 怕說打起來 阿美洲人就用一個最公平的方式 來怎麼樣 來選擇誰取得了這一次的受力權 怎麼樣 就抽籤嘛 結果抽籤就發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因為我們以前沒有什麼基督教什麼都沒有 就是主靈 什麼主靈的概念是這樣 相信看不到的那一位 很像基督教的概念 看不到的那一位 就是我們相信你存在 所以像我們去採小米的時候就是這樣 這個小米區域不能 一定要捷徑喔 要很乾淨 要不然主靈在看喔 那阿美洲人心裡面一定會有那個主靈的概念 要進去裡面收斂 相信自己的主靈法力無邊 法力高強 就抽籤的時候就開始禱告 阿美洲人心裡 大四人心裡 阿美洲人心裡 賠你一丁一比阿爾班阿弥 開始禱告 結果抽中的人就很高興 就發生有趣的鬥法的故事 所以在比西里岸就有這樣的一個故事 然後這個三仙台 這是日出 這個不是日出 這是月亮剛升起的時候 所以那裡從早到晚都有東西可以看 都可以看 除了這個日出跟月出 還有星軌很漂亮 在裡面大概在五六月份的時候 銀河戲就會這樣出來 就像這樣很漂亮 我想東海岸在全世界被評比為十大的海景 因為整個東岸從恆春到基隆 光是東海岸就是東部的那個海岸線 就已經嚇死人了 它絕對有觀光發展的條件 只是這個國民黨政權不願意這樣子發展 因為錢都花在哪裡 台北市 台北市我們以台東縣來講 台東縣要25年才可以跟台北市的預算 一年的預算 才等於2500億我們要25年 台東縣每一年才 了不起100億錢是70幾億 那100億裡面有一半都是人事 所以我在想 到底這個政府有需要那麼多人嗎 也就是說一年兩兆的錢是有幾十萬人 再怎麼樣去領這些錢 有大概60%的錢都花在人事費 40%才用在公共建設什麼之類的 非常的少 這個有必要怎麼樣要瘦身 正不要瘦身 全世界可能就是台灣的公務人員 最有錢最享受然後人最多 然後大家都要領這個 為什麼 公務人員最好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可以控制這些人 為什麼 這個是耶穌講的 耶穌說利益在哪裡 人心就在哪裡 這些台灣人只要一個月有5萬6萬 我們他們就很滿足了 去當公務人員也沒什麼事 平常也沒什麼事 台灣的公務人員就是 沒事最好有事自找麻煩 所以你有給他很好的計畫 我昨天碰到一個政公所的課長 我說課長 我有一個很好的計畫 我們東海岸的咖啡 非洲絕對比不上 因為東海岸的咖啡是怎麼樣 整年吹著太平洋的風 這些太平洋的風吹出來的咖啡 人家說帶點鹹味 我喝的時候是沒有 因為我住在那裡 整天吸的空氣也是鹹的 所以不覺得他很鹹 不過真的很好的 值得推薦 但是因為這個 東海岸跟縱谷平原不一樣 縱谷平原有慈尚的名 你們知道嗎很有名 慈尚的名 因為他那個浮地比較大 所以他可以種到裡面 可是海岸線浮地比較少 種種植的稻作的那個比較少 大部分都山坡地比較多 所以那山坡地最適合種什麼 種咖啡 為什麼 我們那個地方剛剛好 就在北回歸線的附近 所以北回歸線的這個咖啡 被公認為世界上最好的咖啡 直接是那個軸線繞一圈 所以我們下次要挑咖啡 你說我要北回歸線的咖啡 絕對是比一般還好喝 真的未來這個咖啡產業值得要推動 好 長濱文化 以前叫巴仙洞 巴仙洞在50多年前 從西部來的帶著他的宗教信仰 就在這裡蓋廟 30年前台東縣政府就跟這些廟方 怎麼樣 打官司 打了30幾年的官司 在2016年才還給台東縣政府 為什麼 請神容易送神來 因為他請神來 要送他們要30年的時間 不容易 所以好像是我們的土地 不能讓隨便的神進來 我什麼神要來這裡蓋廟 到時候要請他們很困難 所以這個我們未來要注意 特別注意這個 你看整個山頭大部分都是廟 而且都是違法的 而且這些廟宜最會怎麼樣 就地合法 這個跟中華民國一樣 想要來台灣就地合法 原來從廟那裡就能看得到 這樣的一個行為 長濱文化有什麼特別之處 這個就是全世界世界的大學都在研究 台灣很可能是所有人類的發源地 為什麼 這個我沿用的是中研院他們研究出來的報告 這個是五萬年前 就有人類住在這個地方 住在這個地方 有那個 五萬年前 來 來去比全世界的這個 人類故事 日本最多三萬多年 他們有三個方向 日本 日本是從 那個蒙古一批到北海道 第二批是從朝鮮 都是三萬多年 結果光是沖繩群島就有三萬多年 就怪了 同時期怎麼可能會有 這個移動的那種 不太可能 所以呢 這個日本人 日本人 的學者就 龜毛 個性就來了 沖繩的祖先來自於台灣 海部洋界 真的非常的龜毛 日本人真的很龜毛 其實他們已經成功透過這個 祖法的製作 用最原始的方式 用這個騰曼把它綁起來 就跨過黑草 進入到宇納國島 然後再跳到往沖繩 那個琉球群島那邊 往石原島那邊過去 那個石原島就出現了 三萬多年的影子 那日本人認為 這個很 他之前講很有可能 他們現在已經很確定是從台灣 他們說阿美族人可能會是 這個天皇的祖先 為什麼 有這樣一說 為什麼 因為第一代的天皇 是從九州這樣上去到東京的 那有人認為 他是從朝鮮到九州那裡 跟這個琉球上去九州混血的 他的那個祖先 2600多年以前 這個天皇成立 然後這個是混血出來 然後再往東京那邊 他拿到天下了 天下就變成他 所以 這個日本人 成功了 他說不行 我們再試小燒的 十人亭 六人亭 是不是說 不能說只有20個人進去沖繩 也有別的部落的人 也用六人亭進去 往那個地方走 所以他用了好幾種方式 都非常成功的 進入到跨越了黑潮 因為黑潮不容易 因為黑潮的水流 跟一般太平洋的流 不一樣 他剛剛是逆流 他就是由北往南走 一般的海是這樣往西 他就剛好中間 像一條河一樣 所以你要越過那個黑潮 如果你的速度不夠快的話 會被怎麼樣 會被拖到南邊去 所以顯然他們越過了這樣 而且有時候黑潮會一公里長 很寬 所以你不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 能夠脫離這個一公里的範圍 所以這個他們用實際的方式去驗證 他們去綠島也是用這種主法來去 確實已經達到這個驗證了 好 這個是楊傳廣 楊傳廣有什麼特別之處 楊傳廣是阿美族人 他9.1.2.1 到目前為止還是人類的障礙 2015年有創下9045 還是沒有過 可是9.1.2.1有沒有拿到金牌 沒有 為什麼 計分方式被美國人怎麼樣做掉了 那個第一名的分數比第二名的分數還低 為什麼 我只要在冠軍的定義 我說了算 所以那個黑人知道第一名是楊傳廣 所以在60幾年前台灣已經創造了這個紀錄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可以打破這個紀錄 9.1.2.1 那楊傳廣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它裡面有一個血型叫做米田堡血型 米田堡血型是十幾年前林瑪莉醫師他們研究出來 他們的團隊都有好幾個博士 他們台灣的血液是世界有名的血液的那種報告研究 那我們可以說這個上天給台灣一個禮物 給阿美族人在這個地方 對運動的強度持久度很有幫助 所以這一次可以用100公尺 跟都可以甩開日本 可以拿到金牌的大概就阿美族人而已 台灣的很多高砂族裡面就有阿美族 有辦法這樣 好 為什麼要講這個協議 因為這個協議是中華民國這個政情最不敢面對的 為什麼 驗邪出來有85%的台灣人都有 連住民的成分怎麼辦 所以他們變成少數 他現在用那種政治的角度來講 你們的祖先都是從中國來的 真的是有效果 洗腦非常有效果 為什麼 連我們阿美族的一些長輩都覺得說 我的阿公是從廣東來的 我就在想 怎麼看你就是那種那個樣子 就不是 可是他的腦袋說他是 所以這個蠻麻煩的 如果美國再不出手 我相信再過20年大概台灣沒有高砂族 會不見 因為每個人都說我們的祖先從中國來 你在講說 講英文的人一定是美國人嗎 英國人嗎 不是啦 你跟美國人講說你講英文 所以你們是英國人 美國人後面啪過去 上面我英國人 所以語言沒有辦法確認定你是什麼樣的民族 所以講閩南話的人這個就很難說了 閩南話裡面有很多那個什麼 平埔族的話 因為習慣嘛 這個約定俗成 我們就這樣說好了 從北到南就這樣子 還有宗教信仰也一樣 平埔族的 全世界只有一種信仰是台灣特有的 就是那個地基祖 地基祖 後來變成土地公 地基祖是中國沒有的這樣的信仰 在台灣有 可是很奇怪呢 主神是拜觀音喔 結果在廁咖旁邊有一個小神 那就奇怪了 你們這個是什麼情形 原本這個主神是在什麼 在大衛的 結果因為人民被佔領 神也被佔領了 你的神請下來 結果從中國來的信仰就做大衛了 我想這個概念 來 95% 世界最高 為什麼95% 十幾年前95%是什麼意思 這個是什麼意思 95%的意思是說 沒有混血的狀況 混血的狀況沒有那麼高 那因為這是特有血統 中國沒有的血統 所以可以證明阿美族人 百分之 這十幾年前 以前應該是百分之百 不是從中國來的 因為為什麼 他們說有一個民族 很像是說是葛瑪蘭 他跟這個中國的南部 有一個民族的血液很像 後來林瑪麗醫師說 我驗血來驗看看 後來發現他們的祖先是同一個 可是不是從中國來的 是從非洲一起上來 分了兩個姿勢 一個往台灣 一個往中國 所以他們想要用這個來拗台灣 說你們的祖先從中國來的 只有一個很像是葛瑪蘭 結果後來被林瑪麗打臉說 不對 他們有共同的祖先 但是不是從中國來的 他是從非洲上來的 一個姿勢 一個系統過去的 所以又被打臉了 中國 假歷史家 假的 學混 太多了 OK 好 台灣人根本不是中國人 這個是中國人的說法 荷蘭人 在四百年前 住在平地的叫做北埔阿 平埔族他是個統稱 高砂族也是一個統稱 那個時候台灣有分東跟西 西邊的叫平埔族 東邊的叫做什麼 山區的部分叫高砂族 這個是在日本也是在那個時期 把台灣的民主分成兩個蠟類 荷蘭的南北擴張 政府台南高雄屏東 再來 約五六萬人漢化成為第一批假漢人 所以台灣的漢人 假的 自己認為自己是漢人 就好像自己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一樣的概念 就好像 但是歐陽娜娜那是正確的 他說 我是中國人 我的祖先從山西來的 這個沒有錯 可是台灣有一些政客就不想 他們這樣說 人家想回去為什麼要阻止人家 但除非他想要併吞台灣 否則都要 中國併吞台灣這個可能性 我認為極低啦 不太可能 這是不太可能 只有這個議題是台灣的這些政客 製造出來的 製造一些恐慌 可是你說美國知不知道 當然知道為什麼 美國要利用這個怎麼樣 產生衝突 有了衝突之後就有危險 有了危險之後就要買武器 要買了武器之後呢 要跟誰買 跟美國人買 所以台灣成了美國的小金庫 缺錢的時候就說 就跟中國人講說 或者是他們的軍艦 要在台灣海峽亂一下 中國就說 氣美麗的美國人 竟然在我們的內地 干預我們內政這樣 然後那個時候就製造緊張 有了緊張之後怎麼樣 軍售就有正當性 所以這個美國人怎麼樣 屢勢不爽 每次要錢的時候 就開始跟中國叫聲 叫聲 那個嗆聲說 沒有 你是要怎麼樣 結果台灣人一看 哇 緊張了 買武器買武器 所以現在F-16V說要買 3900億 比那個F-16竟然比什麼 比F-35還貴 F-35降到8000萬 結果台灣人買F-16要比F-35還貴 他就買到1億去了 不可思議 這個就是 這個平埔族的部落 來 我們這個是重點 事實上滿清入台後 因怕漢人作亂 把他們全部趕回中國 這個漢人是指從中國來的漢人 就是鄭成功的那群人 因為這個師郎把他們打敗了之後 康熙的時期 康熙的年代 為了避免他們反親復民 所以把這些鄭成功的部署 那個後衣 跟北柏馬一樣 全部帶到北京附近 就進康管 所以在台灣已經沒有什麼 從中國來的 已經沒有了 全部都被洗回去了 好 這裡有寫 以前台灣人口 盛為凡盛 漢人民兵有數萬人 自立青以後 居民年年返回泉州 漳州 廈門等地 現僅有漢人 數千人居住 所以在台灣這群人是少數 就算你奪會有三七四七 也不太可能成長得太快 好 化身方為熟方 化熟方為漢人的政策 所以為了 因為他們的人不能來怎麼辦 用政策 用手段 那少部分的這些人在關牙 給他們薪水 這些平埔族的這些祖先 就說好 有工作做總比沒有好 就在那邊守衙門 就為什麽這個事情 鬧得很不愉快 就是漢人搶平埔族的人的這個土地 沒事 為什麽 那個漢人就告訴這個 雅門就告訴這些北伯阿講說 誰叫你不是漢人 要不然你當漢人嗎 他說好 他說那個 關牙的這個兵只保護 漢人不保護 漢人 所以那乾脆好啦 那怎麽變成漢人 先從語言開始 所以很多這些平埔族 就放棄了自己的 經過兩百年 自己的這個文化 語言跟那個習俗都沒了 保留了一些宗教信仰 之後就沒有了 所以今日台灣的漢人 絕大多數是生翻變來的 一小部分原住民和敏克的混血 這個也是事實 不過他佔了很少的部分 好 不肯漢化的原住民應該向他致敬 原住民指的是熟翻 他指的是熟翻 不是指生翻 生翻本來就沒有漢化的問題 好 有沒有 今天熟翻消失的原因 人未生翻如蒙虎 人妻熟翻見如土 這個熟翻翻被唐人 那個 生翻殺人和人又熟翻翻被唐人者為父母者 立其後 留著血液在 留著指示在 繼續活下去 這個就是 為什麼 你改變一下什麼關係 就好像台灣人很厲害 有錢 我們可以不承認中國的一部分 用這一套 韓國瑜為什麼可以在台灣 很簡單 有經濟 我不一定要承認中國 他們自動 沒有啦 韓國瑜只要幫我們賺錢 而且讓我們高雄賺大錢 那至於你的主張 是不是我們要的 那是一回事 自動很快 就會去分裂 自動在腦袋裡面去做分裂 這個就是台灣人被造就出來 我想這個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恐怕還要再看看 來 這位 現在高升了 落選之後就高升了 這位是誰 哈佛大學的 這是哈佛大學 很有錢 是那時候直霞市長最有錢的 這位是林佳龍 他的資產3億多 有錢真好 有一天他就很高興 他說 這次考主發現非常珍貴 代表台中的歷史 不是漢人來台開港的300多年 好 這種4千年5千年的歷史 那個遺址在東海岸一堆 大概三公里就有 三公里就有了 太多了 因為為什麼 容易找到 有石棺都在我們那邊出土 可見在那個時期 一萬多年以前 台灣的東部是非常熱鬧的 非常文明的 你石棺要把它切出來不容易 到底用什麼工具 對不對 那時候石棺時代都還沒到 為什麼他們有辦法 這麼久以前去把 怎麼切的 會不會是外星人啊 開玩笑了 好 看回去 這個 金碳14年代檢測 認定為4800年到4千年間的人類移植 很早 在台中已經出現 台中為什麼很少 是因為開發的太早 來不及救 東部因為沒有開發 所以保留起來了 保留起來 好 這一段的重點在這裡 代表物是一具二十多歲的媽媽 和身旁一具未滿桌碎的嬰孩 連同其他群帳 共有48具排列整齊的人骨 好 這一段話是什麼意思 我要死掉了跟祖先排隊 不太對啦 要死的人不會跑去墳墓那邊 去跟祖先排隊 一定是怎麼樣 群葬嘛 這一定是怎麼樣 祖墳 這個平埔族也好 阿美族也好 共通的一種習俗 就是對祖先非常的敬重 所以如果你們有到東海岸 你們可以注意看 最美的地方 最好的風水一定是墳墓 祖先住的地方 最好的地方給祖先 因為祖先鑰匙掉的時候 又講說我要遙望 我要天天看到三仙台 我要躺著看 坐著看 所以底下的人就聽到 小孩子就聽到說 原來你喜歡那個地方 所以就把他葬在那個地方 一葬就是羽群 因為你的祖先會一個一個老去 就過去了 所以東海岸就有這種特色 保留下來 就是他只要過世之後 祖先住的是最好的地方 好 這是台灣島內的原來的住民 這個是西半部平埔族 這個西半部的平埔族 都統稱 有馬卡道 西拉雅 道卡斯 很多 東部這個沒話講 大家都知道 好 我們來看這個重點 在1684年 正成功來的時候 只有怎麼樣 征服這個幾個線 小小的幾塊 台灣的 小小一戳 經過200年之後 還是在西部而已 沒有跑到東部 這個是中研院的 中央研究院的報告 好這個很清楚 東部有到 那個 有到這個 宜蘭 這應該是混居的地方 哥馬蘭 他也是本來就是平埔族 就開始有混血 在那個地方 好就這麼這樣 這個就是所謂的 親帝國統治的範圍 不是整個台灣 不是整個台灣 有沒有 這個叫做義勇線 這個1915年 日本人畫出來的 1915年 他們已經取得台灣了 因為1895年 從中國手上 拿到了什麼 台灣的權力 主權 可是他們來到台灣之後發現 原來這條線畫出來的用意是什麼 原來台灣島 不是親國可以全部割讓出來的 他只能割讓這個西半部 沒有辦法割讓東半部 你沒有統治過 你沒有那個 怎麼主張這個土地是你的 所以這個東半部 就不是割讓的範圍內 來 我們進入到這個 我們的這個 馬關條約 台灣的歷史要從馬關條約 開始才有證實 以前的那個都是歐北下的 中國那麼隨便隨便寫一寫 都有自己的這個 比較偏激的 或者是比較 有自己的這種 用自己的角度來寫歷史 馬關條約 至少它 那個時候的日本 是亞洲最強盛的國家 帝國 他們接受了歐洲的文明 帶到他們日本帝國 所以在1894年的交五戰爭 打贏了日本 打贏了大清帝國 好 原本只是一個朝鮮半島的問題 朝鮮半島的問題 結果割讓的時候 連台灣一起割讓出去 連台灣一起割讓出去 所以台灣跟日本就發生了關係 跟日本是發生的 是直接的關係 那馬關條約以前 那個都是那種比較 原始的生活 所以基本上沒有歷史可疑 因為幾千年下來就是這樣 就是部落自己來 部落自主 領土整個 整個部落的領土 好好保護就好了 那 日本人取得了這個土地 所以我們要先了解 日本到底取得了什麼樣的 在台灣取得了什麼樣的 來 這是馬關條約 這裡 來 這個我們看一下 我們注意看這一段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來 我們來一起唸可以嗎 來 我來看這個 這個版本可能比較好 這個這個 我們看燃字的部分 我們看得懂了 中文 繁體字 來 我們一起唸 來 預備 開始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及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定立合約 誰跟誰簽約 皇帝對皇帝 在那個時期 土地都是皇帝的 天下之大莫非皇土 對不對 每一個都是皇帝的土地 所以底下打仗的 也是為皇帝打的 就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有皇軍 或者是 像那個英國也是一樣 皇家 什麼海軍 皇家 什麼空軍 所以在世界上就是搞帝制 是後來美國 在200多年前才開始 有所謂的什麼聯邦 什麼民主自由開始 他們也是慢慢經過很長的時間 才那個 好 這裡 我們再看到底 到底 有什麼東西 來 這裡 中國將管理下開地方之權並之日 好 永遠讓於日本 所以永遠喔 這裡寫得清清楚楚 所以台灣是怎麼樣 永遠怎麼樣 讓於日本 好 這個條約裡面寫得很清楚 好 再來 什麼東西永遠讓給日本 好 這裡 台灣全島所有個附屬島嶼跟澎湖 這裡澎湖跟台灣是分開處理的 代表什麼 澎湖不是台灣的附屬島嶼 這邊寫得很清楚有沒有 台灣全島集所有附屬島嶼 哪些是附屬島嶼 三仙台算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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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澎湖不算 所以澎湖就另外用了一個 就叫澎湖 OK 這個是法國人 法國人 法國人在200多年前的什麼 台灣長這個樣子 好 這個日本人畫出來 說日本 那個大清帝國的台灣 指的是這個 西邊 來 大日本帝國的台灣 跟大清帝國的台灣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大清帝國只有西部 剛剛畫那個地圖形成很清楚 大日本帝國是統一台灣全島 完成了台灣治理主權 這個一定要搞清楚 很多人把台灣 把他唬嚨一下 把他搞說台灣 那個時候台灣高沙族 還沒有什麼帝國的概念 什麼都沒有 他們就認為我們蕭友善戰 我們熟悉叢林戰 你們要進來很難活著出去 美國也好 日本也好都試過好幾次 幾次這種戰役 為什麼 在台灣東部有一個天然的防疫 就是昆蟲 就是病毒 為什麼 1874年 牡丹色事件 就已經證明了這件事情 為什麼 那時候日本人的這個 日本人 流球人在被排灣族斬殺55個人之後 剩下的11個人逃到恆春那邊 求救找拼捕族人說 救命喔 我們會被那個高沙族給他殺光光 後來拼捕族就說 不行不行不能再打了 這樣子日本會過來 日本就真的來了 結果這件事情 造成兩個國家的問題 很大的問題 矛盾 怎麼辦 日本說 你爛殺人 我難道不能出面嗎 你至少賠償一下也好 後來親國的在台灣的那個 負責的那些官員就說 朝廷就要求他們 到底這個部分要怎麼算 結論是什麼 結論是 他那個官員就告訴日本說 台灣東部 台灣的東部是化外之地 這個叫化外之地 什麼叫化外之地 外國啦 外國啦 不一樣跟我們沒有關係 這個時候 是朝廷的公文裡面寫得清清楚楚 日本就說 好 既然是化外之地 結果那個大清國的官員就 戴了一句話說 你要打自己打 你們要處理 你們自己去處理 你跟那些在地的那個原住民 你們自己去想辦法 結果日本就真的派兵來到這個地方 據說是3600個日本兵 進入到這個排灣族的區域 結果那個時候打了幾個月 日本人受不了了 剩下1000顆人出去 你們想說 哇 排灣族這麼厲害啊 弓箭怎麼打槍炮 頂多有那種自治獵槍 也不可能跟日本那種先進的武器來對打 不太可能 怎麼可能贏 後來發現才知道 這個日本人在那邊死的 都是死於什麼 瘟疫啦 那個什麼 瘟疾啦 有沒有 也就是說蚊子就可以把那些人 帶槍的人 帶大炮的人 給他弄死 所以原來幾千年下來 進不去有上天的旨意 不能隨便亂進來 在同時期也是那幾年 美國的黑船也想盡辦法要進去裡面 偏偏又跑到排灣族的地方也是一樣 也是被打到最後還是撤退 所以在那個時候美國要 日本人都嘗試要進到台灣 沒有辦法進去怎麼辦 結果後來就算了算了放棄了 是這樣 一直到1895年之後 日本人說不行 我取得了這個台灣之後 我們要經營 我們要投資 就進來了 結果進來之後就發生了這個 鼓勵征服高砂族的領域 因為這一半土地怎麼辦 這裡寫得很清楚有沒有 日本人領台初期 就參照美國做台領事 提供美國政府 以印第安那區的這個 政府經驗 針對高砂族的地區的問題做討論 然後開會 1906年開會 有 有年代喔 1906年高砂族還不是日本可以進來的地方 好 他們就開會 怎麼辦 升藩向來為大清帝國化為之名 所以 高砂族跟清國 閃爲怎麼在想 完全沒有關係 好 依據歌浪條約 程序大清帝國主權於日本帝國 好 不應該視深藩為成名 日本帝國以深藩之間 不計國法之間的關係 也就是說 它產生國法關係的是平埔族 跟高砂族沒有關係 好 只有國際法上的關係 翻地無族論 好 重點來了 這個時候是高砂族最有可能獨立的時候 獨立建國是這個時候 只有這個時機就沒了 我們的祖先哪裡有人去哈佛大協 沒有 哪裡懂西方國家的這個國際法 沒有 怎麼辦 我們只知道用最原始的方式 保護自己的領土 可是他們就在那邊開會 也沒有跟高砂族開會 誒 告訴你們 你們要遵守國際法 沒有 所以這個有點不公平 應該要拿我們的頭目 去那邊一起跟他們開會 好 沒關係 既然沒有了 失去了那個獨立的機會 如果在那個時候 阿美族人統一起來 整個這個東南方 統一起來 告訴全世界說我們已經 我們是一個這個 我們有主權 然後我們是成立了自己的政府 你們要不要承認 那個時候 那個歐美國家可能就會承認 可惜沒有 沒做到 可惜了 所以這個彭文正應該用我這個論述 才有可能 否則的話 他是一點可能都沒有 好 OK 身翻不去國際法輪格 所以他已經告訴我們 犯帝吳主任 我們叫部落成國 我們那個概念是這樣 一個部落就是一個國家 一個部落一個國家 這有點像中國在那個 春秋藏國以前的狀況 幾百個諸侯國 就好像這個小的 小的諸侯國就是這樣 可是在國際上 不承認你這樣的方式 所以身翻不去國際法輪格 他說不承認你的這個位 部落不算 他們說部落不算 他們自己決定 他們沒有問我們 那你要告訴我們 怎麼樣才算 對不對 至少給我們一個公平的機會 也沒有 我想這個就是現實 好 OK 好 最後怎麼辦 回到日本去了 就是說 普爾摩沙島內得的高沙地人 自日本帝國取得台灣以來 未成輔助國 這個也是事實 有沒有 不斷對帝國主權持續 本來就不是你的 當然 我們是抵抗者 不是那個侵入者 來 國家對此叛逆狀態 身翻擁有討伐權 在美國人的定義叫做征服 說要不然你去征服 美國人教的 這一招是美國人教的 你們怎麼樣 對付印第安人 那我們 就用我們的方式 來對付這個高沙族 OK 來啦 就發生了這個 有沒有 這個是高沙族 1871年 已經有帶槍了 所以你要把它打進去 非常的困難 有沒有 對他們而言 沒收獵槍的政策 不僅使他們失去謀生工具 也在先裡造成了衝擊 武力征服高沙族 這個是在花蓮 五、六百個的這個年齡階層 只要這個部落有12個年齡階層 可以打仗的就多少 很嚇人 幾千個人 結果日本人一看到 哇不得了 這個度落太大了 不行 怎麼辦 不能應兵 日本人聰明 有讀過這個孫子兵法的還是有差 來 義勇憲 他說要不然我們不用直接應公 我們就封鎖就好 讓他們的人不予阻辱 然後讓他們食物一些需求就斷絕 怎麼辦 經過兩年之後 最後在三夜十五日舉行和解歸順一事 這個很重要 這個概念很重要 這個死罪少人 死罪少人 三條路 你要不要就跟我們打到一兵一卒 就像賽德克巴勒一樣 通通跑去山上自殺 第二個就是 離開這個地方 no calling 那個時候已經沒有無人倒 可以讓我們去了 那怎麼辦 第二個方法也行不通 第三個方法就是怎樣 就是歸順 歸順 就變成天皇的臣民 他就成了天皇的臣民 所以阿美族人接受了 這是在受封一帶 經過三年之後 1911年 在三仙台的附近 也發生了同樣的事情 結果就在這個 這個目前是台十一線 107公里處 還在 這個部分我一直跟政公所講說 你千萬不要給我拆這個 因為這是歷史 就在這個旁邊 這個地方是派出所 旁邊 舉行了所謂的和解儀式 這是重劃後的台灣行政區 有沒有 台北州 新竹州 台中州 台南州 高雄州 這裡沒有州 這是台東廳跟花蓮港廳 這個時候都還是高砂族統治的方法 後來日本在那個時候已經整個 整個把台灣統一了 連南與綠島都一樣 好 這位是昭和天皇 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天皇4月1號 明天很重要的日子 有一天他的父親生病了 沒有辦法設政 所以就派他的兒子就是太子 這是昭和天皇 說你來設政 設政跟扶政不一樣 設政就是把所有的事情交給你 你出門就是代表天皇 什麼叫扶政就幫助而已 所以天皇還是他 所以變成那個關係不一樣 有一天他就來到台灣 他身體很健壯 我年輕 我可以到處爬爬走 就來到了台灣 來到台灣的時候 就要歡迎他 就請阿美族的人來歡迎他 這個時候這個將軍 這個是日本將軍就說 這個跳舞的那個是台灣的滿族 這個時候的天皇 你開什麼玩笑不高興 天皇就問了這個將軍說 你怎麼可以稱呼正的國民為滿族 不錯耶 來 我們來訪官對照 我最喜歡這個訪官對照 馬英九有一年風災的時候 跑到了納馬下 當地的原住民就罵馬英九說 馬英九你錯了 馬英九高興 我不就是來了嗎 我也把你們當人看 哇 那差那麼多 那我們不是人看到用什麼 OK 好 天皇直接把高沙族稱為什麼 國民 事實上也是 高沙族第一次享有國籍就是日本籍 絕對不是大清國也不是中國 那時候中國還沒有出現 所以台灣高沙族唯一的祖國是誰 就是日本立國 因為我們第一次有被人家當國民來看待 也自己開始適應自己是 我們是什麼的國民 那個時候因為日本已經把台灣統一起來 整個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台灣是日本的 那個時候 好 這位是誰 知道的人 神武天皇 對 你一定看過我的課 對不對 所以你怎麼知道這個是 因為在那個時代 那個時代沒有照相機 因為這個人出現的十年代是在2600多年前 大概沒有照相機 好 他就是神武天皇 也就是日本帝國 這個帝國開始以來已經2670幾年了 73年 好 為什麼這樣說呢 來 注意看 這一位是誰 金上天皇 來 重點在這裡 125代 125代 好 他2016年就突然開記者會 宣佈說 我要怎麼樣 生前退位 來 這一篇的重點是 122 123 124 125 所以天皇 帝制還在不在 他在帝國就在 所以在日本帝國存在 要不然的話 他就會變總統 所以基本上 日本沒有總統 他不是只行總統 他是走英國的路線 所以呢 他並不是日本的總統 但是他是日本 新日本國的元首 新日本國的元首 好 過去從明治天皇開始 過世繼承 1989至今 他說要生前退位 有主治不過要幹嘛 搞一個新 要怎麼樣 這個天皇要怎麼樣 標新利益嗎 當然不是 標新利益 來 我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是他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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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代相傳 所以第一代就是這一位 那個時代沒有照相機 不好意思 只好拿這個漫畫出來給大家看 OK 好 回來 好 他在2016年 突然間開記者會 人家也嚇到 嗯 發生什麼事情 他就講了一段話 戰後70週年 這一大節點要過去 欸 台灣的媒體不敢寫這個東西 那個學者也不敢寫 評論員也不敢寫 很多日本人 在日本的台灣學者 不敢解讀這個 為什麼 會解讀的時候會講出真相 因為他要領通告費 不能講 我直接可以講就是陳永峰 他是能講的日本通 他說我有天線 我可以直達天丁 他說我可以直接可以透過管道找到安倍 他自己講 沒關係這不是重點 有些話你還是不敢講 因為通告費蠻好賺的 天皇突然間在2016年 2016年以前叫做2015年 2015年是什麼 戰後剛好滿70年 天皇之人既然講了70年作為節點 天皇可其是可以隨便亂講話 他說那是節點就是節點 對不對 如果我說這個是節點有用嗎 一點意義都沒有 為什麼天皇有用 因為他是有權利的人 地主啦 地主啦 就好像我有一塊地 我的兒子可以幫我賣掉嗎 可不可以 不可以 不發生效力 為什麼我不同意的時候 這個合約就無效了 所以只有那個地主 那個主權者才有權利把他的財 財產怎麼樣 處分出去 即便是兒子 即便是你的父母親 也都不能替我怎麼樣 把它處分掉 好 顯然這一年 天皇把它視為節點 天皇講話是一言九鼎 講出來的話是不會Buck 好 什麼叫節點 很多人講說什麼是節點 來 我們來看節點是什麼 簡單來講 節點就是 或者是 就像一個旅客 有起點跟終點 我要到達到什麼地方 好 或者是 有起點有終點 也有轉運點 可能會有好幾個節點 目前只有三個節點 第一個開始就是起點 這也是節點 1945年9月2號 天皇的領土 由美國總統命令的蔣介石 軍事佔領 所以這個軍事佔領 一直在進行當中 沒有停止過 為什麼 根據古巴的案例 根據這個關島的波多里格的案例 他有怎麼樣 佔領的開始跟結束 台灣到目前沒有結束 所以他就持續佔領 所以為什麼 我們怎麼看不懂 中華民國在台灣 還可以在那邊 作為祝福 往北部亂搞 原意也在這裡 那好 天皇宣佈停戰協定 天皇與台灣臣民的關係 產生變化 移動 也就是說這個 這個權力移到另外一個地方 移到一個地方 根據條約規定是移到誰手上 美國軍事政府手上 美國軍事政府 美國是主要的佔領全國 條約裡面有明定 所以這個權力有移動 好 節點 日本 就是2015年9月2號 滿70年 天皇講話了 就要有動作 2016年 有沒有 8月份 節點 要結束 他說要結束 視為節點 大家這邊講到一個重點 戰後 這個講戰後 好 OK 這個時候 那個時候 日本就啟動修憲 日本國 新日本國 啟動修憲 當時的天皇 跟新日本國的關係是分開的 然後日本修憲之後 很快在中醫院參議院 整個啟動之後 開始參議院用百分百的投票 沒有人反對 直接是全面性共識的通過 好 那個時候的日本天皇 在修憲完成之後 就成了新日本國的天皇 成了新日本國的元首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天皇跟日本 就發生關係 過去把它斷掉了 麥克阿斯把它切開 修憲之後 原來整個鑰匙 就在日本的國會手上 好 又連結起來 全力的移動改變現狀 也就是說天皇要想幹什麼 把切斷的部分 縫合起來 然後把全力的關係延伸 就可以怎麼樣 連結起來 所以2015年9月2日70年 已滿 視為節點 所以要怎麼樣 要有所改變 就啟動 修憲啟動 都完成了 都完成了 然後終點就是 讓台灣地位正常化 法阿里之賞 近代佳英 一記萬國公法 跟和平條約 終點快到了 這個時候已經被啟動了 就往整個台灣地位正常化的方向走 這個就是節點的概念 好 好 這個時候 這個新燈的即將要當天皇的人說 我準備好了 2016年 現在是2019 我準備好了 這個很難的事情 老天皇就說 我老了 八十幾歲了 體力也差了 記憶器也差了 講話有時候還念錯稿 最後她的皇后就說 你那邊念錯了 你們有沒有印象 有一次天皇在講話 就是上個月吧 那個皇后就說 你那邊念錯了 搞錯了 我搞錯了 天皇說我搞錯了 我年紀大了 是不是演的我不知道 他就說我OK 交給年輕人處理 其實她也不年輕了 快60歲了 正直壯年 動良之年 好 她就講 她也出來開記者會 在東京奧運前 2019年結束平成時代 象徵新時代的開始 這句話 中華民國的媒體學者不敢解讀 台灣民政府可以幫他解讀 台灣人想知道 來 台灣民政府上課 我給你清楚的解讀 好 OK 為什麼要把這個2019 2020 作為一個新時代的象徵 為什麼 台灣的問題不能超過2020 就要解決掉 這個就是一個時間表 我們講的時間表 我們台灣民政府講了100遍 比不過他們講一句話 他們講的算數 這些人 有權力的人做了算數 好 這個時候 日本人不會 不把他當作一回事 這個時候 三權之長 國會兩院議長 首相最高法院院長 及黃祖成員 黃祖成員跟日本國民的代表 主稱的黃祖成員會議 決定後 將定為政令 才會看到日本最近為了這個事情忙翻了對不對 整個政府 昨天的新聞說 建議委要替 所以 11月1號就是後天 由他來宣布新的名稱 這個是日本的大事 為什麼是日本的大事 因為 連休十天 不是大事那是什麼事 所以 整個日本動起來了 是因為 有 他的法 合理性就在這裡 其為政令 很重要 好 日本宣布 日本政府宣布 明人天皇 2019年4月30日退位 黃太子得人 隔日5月1日即位 4月1日改元 名稱就會出來了 過兩天 很快 一天 對 好 明天嘛 那就是明天了 太好了這個日子 因為台灣也是在4月1日 變成日本帝國的一部分 好 明人天皇首次將造訪尹納國島 活到八十幾歲了 在位幾十年了 30年了 竟然說沒有去過尹納國島 重點是在這裡 日美天皇掛念台灣 能看上眼也就開心 講到這個我都 雨帶哽咽 雨帶哽咽 有沒有 台灣是天皇的掛念之地 我可以掛念別人的老婆嗎 對嘛 完全大的概念 好不好 所以掛念是放在哪裡 親人 很親的人上 對不對 我的孩子 掛念我的孩子 我掛念別人的孩子 也不應該 OK 所以這個掛念要在 對的地方 要夠親的地方 好 天皇掛念誰 有沒有 在同學會上 不斷的問 不知道台灣的人們如何看待日本 這件事情 我看過紀錄片 就是這麼一回事 那時候台灣的這些軍隊士 都叫黃軍 他們跑去中南半島去緬甸去越南 那時候管理得非常好 印尼啊馬來西亞不會像現在那麼亂 那時候管理的次序非常的好 那個新極內亞也一樣 醉遠到紐西蘭 有一天說 就是8月15日 1945年的8月15日 天皇就跟全世界糟糕說 回來了 回來了 不要再打了 結束 停戰 停戰 不要再打了 那些黃軍就說 糟糕你好歹也幫下我們 天皇就吊著眼淚說 哇塗啊 我們就戰敗啊怎麼辦 要不然第三顆原子彈丟到皇宮怎麼辦 我們就被滅掉了 不行不行不行 所以這個概念 所以天皇為什麼那麼謙卑 非常的謙卑 用這種語氣來對待台灣人 不知道台灣人們 所以那種高傲的那種高層的那種高度 沒有 完全就是 把自己把它放下 如何看待 所以這一段才出來 能看上一眼 我就開心 因為條約禁止他進去裡面 因為你進去裡面就代表說 這個還是我的土地 就好像習近平來到台灣就說 台灣是我的土地一樣 習近平可以來嗎 連飛機都進不來 美國的海軍一天到完就台灣 在海峽中線移動 他不可能再以西 因為中國一定會把他打下來 那個就真的叫挑釁 他一定是在海峽中心東邊 繞來繞去 可是台灣人 被這個中華民國政權 這些政客給麻痹了 真的那個腦袋已經不會想 人家在東邊行走 你們海高不清楚嗎 對不對 好 重點來了 美國人講說 習近平跑去歐洲取暖 你們美國不要我去找歐盟 就帶了錢去喔 就跟那個馬克宏說 馬克宏先生 我有400億 你要不要 買你們的飛機 可是歐洲的人很清楚 MOU講講的就好了 就像那個韓國語的嘛 韓國語講的嘛 他說他簽的都是 有一半以上都是意象書而已 並不是真正的約定 而且之前有錢科 有錢科 菲律賓跑去中國要錢 習近平答應了 結果達成率3% 簽了幾百億有個批用 1.1億都沒有 兌現的少 所以詐騙集團嘛 講的都騙的比較多 詐騙集團 所以台灣人 韓國語也是一樣啊 配合中國來 如果你真的想選總統 他又不敢講 你知道為什麼回來韓國語 本來都不講話 都不說六嘴 你知道他們去中國了 我個人判斷 這個題材以外的聊天 他去中國找中聯辦 找國台辦 談什麼 談總統大選 密室必談2000億 你們有嗎 有的話我就出來選 後來今天的說法是說 我不考慮2020 所以 資金不到位 我怎麼選 對不對 就很簡單 搞到最後是 郭台銘他們 三十一五十一 一絲一絲 對不對 幫你一絲一絲 給你弄 去取暖 就是不要把場面用得太難看 然後就交代一些有錢人 做一下門面 就是這樣 OK 安倍 台灣加油 小小的地震 花蓮只是晃一下 安倍就出來選 台灣加油 為什麼 條約規定上他不能講 對台灣有任何的主張 抬頭都不行 這個就已經違反了這個條約規定 但是 美國準 他就可以做 這個叫暗示 台灣加油 安倍晉三 有沒有 台灣加油 安倍晉三 要看有 這要看得懂 OK 好 既然他們已經突破了條約的限制 表示什麼 70年的節點 怎麼樣 就是要改變 要改變起來的限制 所以蔡英文的維持現狀 用不到四年 就不適用了 現在她不敢再講維持現狀 因為台灣要產生實質上的改變 OK 來 什麼叫做一般命令第一號 來讓大家認識一下 這個很重要 我們說近視占領還沒有結束 所以中國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應該其實已經不存在了 就是 有一個機構 這個機構 延續中華民國 是這樣延續這個中華民國 好 我們很清楚 1945年9月2號這個命令 是麥克阿瑟將今命令講 屆時要到台灣進行軍事佔領 麥克阿瑟也不是最高的權力者 最高的權力者是誰 杜魯門 所以台灣的軍事政府最高的人是誰 最高的人是誰 就是川普 以目前來講就是川普 川普說了算 就像國防部長 You are fired 有沒有 你給我滾蛋 我說了算 有沒有 好 杜魯門總統 8月17號 唉唷 這個時間很短喔 8月15號 天皇停戰協議出來 8月17號 杜魯門知道了 就直接告訴麥克阿瑟說 准你趕快進去裡面 來怎麼樣 實行正式投降 解除日本的武裝 所以很清楚 命令的方向很清楚 不是要講戒指到台灣怎麼樣 洗腦怎麼樣 滅祖的 不是喔 不是要改變我們的信 有沒有 我是個誠信 真的甩出來 沒有叫他這樣做 不在範圍內 這個我們應該要跟 這個中華民國 怎麼樣 我們要告他們 我們要請求賠償 改了一年只要一百萬就好了 大概六十幾年了嘛 算一算 這樣可以啦 我們算很客氣啦 不過分 不像美國人 那個人錢比較夠 講一下 那個位置黑人不能坐 就賺了兩億 太好賺了 好 再來 1945年 9月2日正式投降 然後1952年4月28日條約生效 這是日本列島第一次被外國完全佔領 很清楚 這個 越來越明顯 好 軍事佔領實際上是怎樣 美國主導 佔領當局在這段時間內 對日本實施諸多的變革 政治制度的改造 這個軍事佔領法是OK的 OK的 他用什麼法律 用什麼法律制度 由佔領者自己決定 只要不要出亂就好了 為什麼 出亂就被殺死了 柯文哲講過 我的阿公也是這樣 是228事件的受難者 當選之後 就不容易掉眼淚了 需要選總統的時候 又要再掉一次 賣一下熱淚 這個柯文哲講了一些很有趣的名言 他說 其實早在1947年 台灣一些學者精英就開始喊台灣獨立 韓國可以為什麼台灣不行 這些人百思不解 開始喊 結果那些聰明的人 當醫生的 當律師的 全部都被斬殺了 所以柯文哲才講 那些聰明的 有腦袋的人 都不會講話了 因為死了 留下來的都是什麼 聽話的人 所以像王金平這種 就是聽話的 為了自己的榮華富貴 可以去聽話 反正 他根本無視於228受難者 但那些努力的人 那種血 流血 流淚 好 再來 主要佔領全國 主要佔領全國 依據條約要正確行事 這個是台灣民政府一直提醒 美國政府的事情 美國政府 你不要 他不要用條約 就是創造了一個國內法 叫台灣關係法 他就一直不願意承認說 就是我們的法律的法源依據 源自於這個條約 來 條約裡面 確定了 主要佔領全國叫做 美利益很重要 很多人 這一些中國的學者 很看不起這個條約 看不起的原因是因為 他不想遵守這個條約 來 主要佔領全國是美國 所以一樣 我們的這個土地權壯 是誰的名字是重點 而且要有那個身份證字 才可以對 所以這裡寫得清清楚楚 這個權力的來源 就在這裡 好 我們看這個第四條 日本承認有四個四條B 日本承認 第二條 第三條 美國軍事政府對日本 以日本國民財產處分的有效性 簡單明瞭 短短的幾句話 就權力就可以怎麼樣 合法的移轉 好 這裡有提到 美國軍事政府 所以美國軍事政府也不是 律書長創造的 這邊就有美國軍事政府 USMG 這裡這裡這裡 USMG 有 這裡 只有美國軍事政府 才是受到日本承認 OK 所以我說今天 我有一塊地 我的弟弟可以幫我住出去嗎 不行 我要承認才會發生效力 否則的話 無效 OK 無效 或者是侵占侵略行為 好 桃園地方法院 難道不知道美國軍事政府在這裡嗎 美國軍事政府按依據美國的FM27 陸軍法則的規定 對軍事政府的概念是這樣 控制也是範圍內 你不一定整天都看到 那個阿兜卡在台灣在那邊 站著 在法院面前站著 我是軍事占領 我是軍事政府 有需要這樣子嗎 不需要 我只要有一些重要的約定 尤其是條約 就好了 就好了 就可以證明我的權利 也就是說今天 這個 那個 蔣介石這個政權 蔣介石這個政權 他是繼承的 繼承到現在 只要川普一句話 好了好了 明年的選舉結束 就結束囉 那個美國軍事政府 那個FM27裡面的陸軍手冊 講得很清楚 講得很清楚 我說什麼時候結束 就是結束了 停止就是停止了 你們不要在那邊亂搞 你就不要在那邊亂搞 因為你的合法性不存在 所以現在就是在等這個 這個美國總統的宣布 我是很懷疑啦 天皇上任之後 第一個建的外賓就是川普 我怎麼知道他們會聯合宣布 拍共 2019 我怎麼算也 除非他們可能又開始打秘贏 要請翻譯的人來翻譯 你知道嗎 他們就再講一些 明明有舊金山條約他不講 他就講台灣關係法 明明有台灣關係法 他就創造一個台灣理行法 就創造一些所謂的台灣保障法 台灣安全法 國民什麼國防授權法 一一堆 我是在想 有沒有那個一條通的法律 一次把它獎定 搞那個等一下又丟那個 又丟那個 我在想這種做法 然後又有點像那個 在打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大老二一樣 來 孫啊 有沒有 一直丟一直丟 我這邊手上有牌嘛 大老二 一個大老二 一直丟大老二這樣出來 美國國會再玩這個遊戲 為什麼 每一個大老二丟出去 就是幾千億 你知道就是幾千億 蔡英文說 有 3900億夠不夠 梅花大老二 對不對 就這樣玩 美國手上有 因為這邊有 國民財產 有沒有 國民財產 這個就是我講的金庫 有沒有 美國金市政府說 危險喔 你們的武器不太夠 需要潛水艇喔 好 我們 國民 日本國民 就要出錢 終極啦 可是這些政客是怎麼樣 像蔡英文啊 這些 行政院的 蘇貞昌 怎麼辦 他們 反正 反正錢從這邊來嘛 也沒差 所以他們超爭了6千億 你們知道嗎 對台灣人民超爭了6千億的稅金 那個稅金是不合法的 我們講 不告而取位之偷嘛 對不對 賊嘛 對不對 他們在做賊 你知道嗎 沒有跟老百姓講說我們要課稅 沒有經過合法的程序 取得了這個獻金 這個叫做什麼 竊 道 對不對 所以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在台灣 那個號稱存在 在國外不存在 在美國的法律不存在 好 是怎麼樣 我跟你講 這個機構 在台灣 執行什麼 竊盜的行為 6千億人家一直在喊 你們在幹什麼 所以 就是這個 美國金融政府不講話 為什麼不講話 我欠錢啦 我要籌措這些良想 我要籌措這些良末 你們想辦法給我總出來 我管你 6千億都可以 一兆應該也沒什麼問題吧 變成是這樣 有沒有足分的優秀性 所以這個就是權利的關係 好第二條是什麼 第二條就是台灣澎湖 現在只剩下台灣澎湖有這個日本國民 只剩下這個台灣才有日本的國民 為什麼 高砂族就是 高砂族就是 因為為什麼 已經確定了 美國法院已經確定了 1946年1月2號的中國 強迫台灣的國籍 變成中國籍 那個部分是 確定是違反了國際法 已經是確定判決了 這個部分 雖然把它 把它懸置 是給他們時間 這合理 好 確定 好 再來 領土被佔領的人民 要依據國際公約 國際公約 善待被佔領地的人民 要善待被佔領地的人民 我們應該要被善待 因為 當日內瓦公約被侵害的時候 要是成為嚴重的刑事罪行 很清楚 我們就依據國際公約 奇怪 這個機構 中華民國這個機構 你們知道中華民國現在的地位是什麼 其實 他連流亡政府的資格都沒有 他的地位還比不過西藏 為什麼呢 因為 中華民國現在在國外的代表叫做 文化經濟辦事處 所以這個中華民國現在的地位名稱應該叫做 中華民國股份有限公司 他是一個機構 可是這個機構可以搞政治 如果你們有注意看美國的FM27 竟是佔領的部分就是這樣 所以我要再確定一點就是說 這個機構做的是政府的事情 可是他不能代表台灣政府 他也不是中國政府 所以在歐巴馬的時期 他的國務院一天到晚說 中華民國不是國家 台灣也不是國家 所以台灣一直不 這個政客 這個執政當局 這個執政當局 一直不願意告訴台灣人真相 他就騙台灣人 尤其是蔡英文民進黨政府 騙台灣人更甚 國民黨可惡 民進黨更可惡 因為他的可惡是國民黨的雙倍 國民黨可惡是大家都看得懂 民進黨可惡是模糊台灣人 所以我們也很清楚 我不是要跟他們為敵 而是說 你好歹 你像蔡文正一月要懂得反省檢討 錯就承認錯 不要再繼續騙下去 好 這一些國家 194個國家認可 嚴重罪行 好 重點在這裡 別的我不講 因為改變性是這個也不行 國籍也不行 參與政黨都不行 這邊都有很清楚的交代 好 再來 這裡 不能征兵 也連募兵都不行 現在媒體在播這個募兵 其實說這連募兵也不行 那是因為我在三年前一直警告蔡英文政府 你在征兵你是看看 我們台灣民政府要準備錢 要再警告你 怎麼樣 她怕了 她就會怕了 有沒有 佔領國不得強迫保護人在其武裝或輔助部隊服務 有參加軍事行動之衣物工作也不行 在任何情況下 真功不得變為動員工人參加軍事搬軍事 顯然蔡英文有看我們上課 所以呢 欲勿易走入歷史 不能再征兵 再征下去 就多一條戰爭罪 多一條戰爭罪 所以你說那些 那些人亂搞 那個法院亂判 我跟你講 軍事佔領還是屬於戰爭罪的範圍內 所以這群人一個也跑不掉 一個也跑不掉 你可以把一個林志森解決了 有幾萬個成千上萬的林志森 又會再出來 法院法官告訴你們 鄭重跟你們講 你殺不完台灣人的 你把所有的台灣人像西藏這樣 像新疆這樣全部關起來 你有那個本事嗎 搞不好法官沒有那個本事 在台灣恐怕沒有那個本事 所以法官最好 時機不一樣 時代不同 時代不同 我在想他在等時間 然後就表示說 我是站在你這裡的 我這樣法官賊死了 真的是 真的 我這檢察官說 我們不起訴了 哇哩哩哩 所以法官跟檢察官 是怎樣 看政治在辦事 看政治辦事事 好嘞 這邊 這個我今天 我昨天晚上看到那個四月一日 日本政府要把 召告全世界 這邊有提到 日本承認朝鮮的獨立 現在的朝鮮是什麼狀況 分離的狀況 日本放棄台灣澎湖所有權利 我想這是主權權利的部分 所以朝鮮跟台灣的處理方式不一樣 日本承認朝鮮獨立 重點還有 紀州島玉文島還是日本的 並不是朝鮮的 所以日本講的那些說 主島就是原因在這裡 還是日本的 條約有名聞 是這一些韓國人歐伯來亂告 朝鮮獨立 來注意 我們注意一下 我昨天看到的那個 日本政府宣布要告訴全世界的人 透過他們的那個方式 透過全世界的國家 說有195個 195個媒體那邊寫說沒有台灣 事實上也沒有北韓 沒有台灣也沒有北韓 你們聽出來了嗎 對不對 為什麼沒有北韓 日本所承認的是一塊整個朝鮮半島 不是分裂的朝鮮半島 只是同樣北韓處在軍事佔領中 為什麼 軍事佔領者是美國的同盟國 中國或者是蘇聯 對不對 所以算不算 當然也算你們是同盟國 可是這個同盟國兩年就怎麼樣 翻臉了 所以1952年 1950年韓戰之後 杜勒斯就畫出那個 一滴一島鏈出來 不行 共產勢力不能擴及到全世界 所以 美國是反共最大的陣領 是因為蔣介石 跟著美國反共 所以才把台灣交給他來處理 是這樣 結果 反共的蔣介石 造成了台灣的災難 這個結果就是這樣 好 好 來 美日印澳 暫時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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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時候媒體都不敢講真話 這戰略什麼 台灣要變成美國的蒙古 不好意思波頓馬上打臉 三年前就打臉 這個蔡英文他們的說法 這個 我們來看這個 駐沖繩美金改派台灣 重新派美軍駐台 這個台灣人很熟悉 1979年以前20萬的美軍 我相信這次也是一樣20萬的規模 表示說台灣有20萬美金的容納量 比沖繩還多 比沖繩還多 好 美國可擴大對台軍售 就是現在嘛 拼命買 要錢 切錢 重新派美軍駐台 強化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利益 依據國會1979年通過的台灣關係法 美國可以擴大對台灣的互動 不需要談新的防疫協定 也不需要組成完全的軍事聯盟 所以蔡英文政前不要再騙台灣人了 沒有軍事聯盟 你不是國家 你也不是台灣政府 所以波頓是誰 這是誰 目前還是川普身邊的紅人 我們說的話可以不信 他們說的話 那可不幾足輕重 他這三年前就講了 告訴川普說 我們要這樣做 所以現在一直就這樣做了 所以連那個 連那個中國的官媒 環球時報 也就看了很緊張 看了也很緊張 他就說 如果美國的七族線去了台灣 來了嘛 如果不是去的是航母 也來了嘛 如果不是停靠幾天 而不是賴著不走 而是賴著不走 還有 如果不是一般停靠 而是兩岸關係 一緊張 美國軍艦就過來 甚至在高雄港口開闢 美國海軍陸戰隊的營舍呢 都對 他們講的都很正確 因為美國就是要做這件事情 美國就做這件事 好 沒關係 好 什麼台灣關係 大家應該都很熟悉 我要講幾個重點 有沒有 第二條 美國總統以終止美國以台灣統治當局 我要講的重點在這裡 從以前開始 中華民國 不過就是台灣的統治當局 他從來就不是台灣的國家 他也不是國家 有沒有 從以前 中華民國有沒有 1979年1月1日以前 美國承認其為中華民國 也就是說這個字裡當即叫做中華民國 以後呢 好 我們來看以後 來 我們這樣 上哪去了 每次都會跟我做迷場 這裡 好嗎 台灣一直是情況需要 有沒有 美國法律一詞 包括 在這裡 是奇怪 包括台灣及澎湖列島 沒有金門馬祖 這個澎湖文正已經在節目上講過 很正確 好 重點來了 1979年1月1日以前 美國承認為中華民國的台灣統治當局 以前是 現在不是 所以我才講 中華民國 如果還在用中華民國的話 他叫做公司 中華民國股份有限公司機構 然後集團也可以 好 重點來了 這是美國法律 各位 國內法 看到這一段 以及任何接替的治理當局 不管你是AIT 中華民國也好 有一天他要被怎麼樣 換掉 被替代 被接替 如果美國的台灣關係法 國內法關係法 沒有要被廢除的話 這個事情就會發生 為什麼 天狂講話了 軍事佔領不能一直永久佔領 這個違反國際法 佔領也不能一轉主權 這已經講得很清楚 OK 就是階梯的這類東西 那講 這個中華民國怎麼辦 怎麼辦 不關我們的事 那個美國的事情 你要變成中華台北 或者實質流亡 以前是統治 統治前也在手上 流亡也是 然後他現在是 如果說統治結束了 就變成什麼 實質流亡 所以我們想 全世界大概只有在台灣發生這種事情 達賴喇嘛流亡到印度 統治權在達賴喇嘛手上嗎 沒有 達賴喇嘛統治了印度嗎 沒有 在台灣 美國讓他統治外國人 非常奇怪的事情 非常奇怪的 所以這種奇怪的事情 美國人真的也行行好 真的是 真的 我很擔心美國會有那個食災 食災 這個埃及的食災 真的 這個故事 因為我的時間不夠了 所以我不講出埃及記的事情 那個食災 來 我再講這個 這個 有沒有 這一段 國籍 為 卻是中國 一直讓我感到不舒服 這是全台灣 大概 百分之九成以上的 九十以上的 這個台灣人 學子 的想法 我白白台灣人 為什麼變成中國人 當然不舒服 你給我改變我什麼人 我怎麼會舒服呢 好 主管 單位 同情他的遭遇 就告訴他 台灣 不是國家 不被承認的國家 OK 不要再重複這個 再重複 對蔡英文來講很難聽 好 重點來了 他說 該 以冰島移民署交涉 得到的 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主管說 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所以國籍人不能寫台灣 基於郵政被改無國籍 不知道該慶幸還是流淚 我心裡很清楚 台灣國 還不存在 台灣的確不是一個國家 許多國家的外交部 拒絕與台灣代表 直接接觸 因為外交部 處理國與國之間的問題部門 好 重點這一段 年輕十幾歲的學子都知道 其實我拿這個基留證前 就是無國籍人 而不是因為拿了這個基留證 我才變成無國籍 很清楚 這個表述很清楚 再容許我給他解釋一下 在2009年的判決裡面有這個 台灣人無國籍就是這個 可是你無國籍不能太久 這是違反了人權很嚴重的人權問題 所以美國有那種心情給你拖嗎 我愛錢也不能去違背人權 要不然你的他的地位會被怎麼樣 會被動搖 所以他講得很清楚 我們本來就是無國籍的人 我們本來就是無國籍的人 而不是因為人家給我無國籍 是這樣的 好 他說不知道該親世還是流淚 所以連一個學生都知道 維持現狀拖著不做不是好事 拜託 這個事情彭文正也講了好幾次 講了還幾次 也就是 這個只是突顯了一件事情 台灣民政府控告美國政府的判決是確定的 也是確實的 因為台灣人無國籍 當然不只無國籍 台灣沒有世界承認台灣政府 沒有那個 那現在台灣民政府努力的就是成為一個 國際法理下合法的台灣政府 因為台灣民政府依據 依據這個美國軍政府的需要 去尋找我是日本國民的身份 所以要去拿戶籍藤本去怎麼樣 去確認你的祖先就是從日本時代就存在 這個有人講說 為什麼中華民國不敢驗DNA 驗DNA怎麼樣 見光神 住戲耶 也就是說他發現85%的台灣人都是 有南島血統 南島語族的血統 那15%的人 要怎麼樣滾蛋回去 可是我在想也很難馬上回去了 應該先把他的地位從統治 把統治的部分拿掉 然後怎麼樣 就是適時流亡 所以這一些媒體一直在講說 我是中國人 中國那邊到底想怎麼樣 我們家住山西耶 我們的民主自由是不是也可以跟著回去 中國卻可以保證和平的回來 不保證民主自由這個部分 為什麼 因為他們民主自由 共產黨就沒錢撈了 這就不太可能 所以這個變成美國的爛攤子 棘手的問題 自找的 他們一直說我控制控制 控制在一定的範圍內 結果發現控制不了了 崛起的中國讓他驚嚇了 真的也是有史以來 美國有這麼團結的一年 這個很難想像對不對 住在美國的人很清楚 怎麼會這樣 美國政治 什麼時候對台灣這麼團結過 因為以前民主黨就是比較輕忠 跟哪一些好處很自然 那拿人嘴巴就燉掉了 所以其實歐巴馬時期 他就可以把南海打掉 風炸掉 然後把它收回 他為什麼不要 他一直講模糊 模糊的目的是什麼 利益繼續賺 對 這個台灣是金銀島 結果美國有一天醒來說 哇 我們要跟金銀島分離了 沒有好處可以撈的 還有20年 我在想 如果以英國的案例 對香港它100年 99年就還給了 所以現在70幾年 還有20年可以撈 我這樣算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也就是說 台灣地位正常化之後 竟是佔領可以繼續 還可以繼續 還可以繼續 只是說 從中華民國 怎麼樣 正常化了 正常就是說 回到台灣人 日本國民 就是條約的四例 日本承認美國軍事政府 軍事政府最後要到日本國民 因為他一定要到 我跟誰拿的錢 我最後就要還給他 對不對 所以美國軍事政府跟我們 跟誰拿 是跟我們拿 我們繳稅 對喔 我們美國要買武器 如果說我的車子 掃繳了燃料稅 他就給我扣車了 為什麼 不准再給我開了 你沒有繳稅 因為很缺錢 你國家要買武器 要買武器怎麼辦 就沒辦法 這個就是 四條寫得很清楚 沒辦法 沒辦法 再來就是四條A 唐廠不是一堆土地嗎 搶了原住民的土地 搶了一些地主的土地 這些土地怎麼辦 唐廠都不敢動 還幫那個 台唐的那個樹是整修 整修得像日本時代的一模一樣 我那天去光復唐廠一看 哇 這些人真的是佛心來了 還幫人家整理 為什麼 四條A很清楚 屬於日產 物歸原住 恢復原住 恢復原住 對對對 有恢復原住 沒錯嘛 對不對 所以神社 這個大廟 那個大飯店 這個大廟比較麻煩 那就直接變神社好了 裡面放 前面放的鳥居 就很簡單 你要不要破壞 你破壞也浪費嘛 對不對 乾脆就前面就要加個鳥居 就好啦 就搞定了 所以這個部分好處理 所以我們只要知道說 春天來了 春宴來了 春暖花開 也就跟著來了 所以這個 這些有知覺的人 要聞得出來 要聽得出來 要看得出來 否則就好像打瞌睡的人一樣 一直在那邊睡著 不知道春天的花多麼的漂亮 對不對 我們今天的課就到這個地方結束 謝謝各位 怎麼樣 想問一個問題 有一次在 在移民部上 那個 探證的移民主席 嗯 那彭文正 這個 以 欸 欸 這個 很激樣的口氣 說 我要告訴 中國領導人 李立平 因為 我愛中國 所以 台灣又不利 嗯 那我在 講到 他這句話 的意思 似乎 是 是在 暗示中國 呃 是 台灣是 美國去 是 但是 他在 暗示中國 就 欸 想要 複製一個 類似 中地人 一個模式 讓中國 有機會 所以他這句話 的意思是說 我要 告訴中國領導人 實際上 因為我愛中國 因為我們愛中國 所以 台灣要不利 就好像 嗯 美國那兩部 那兩架 那個 F-16 兩部人 像 像你在台南機場的時候 F-18 嗯 對 就說 希望中國 看得懂 嗯 所以 嗯 你的重點是什麼 所以 嗯 你的重點是什麼 嗯 嗯 就是假台股 遵同一 或者說 先台股 做同一 嗯 而 這個 讓 中國以後 有機會 在 台灣 如果你有機會 足以之後 就可以脫離 每日的 保護檔 然後就像 東 東 一樣 然後叫台灣 沒有 不過最後 被AIT打臉了 這種想法 基本上 不可能成立了 為什麼 我們的立場很簡單 因為 對 我知道 那都不重點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麼 重要的是 他 AIT也打臉了 他也沒有再跑這個路線 所以重點是 我們沒有話語權 我們希望 就算條約 有人幫我們提起 也就是說 我們 即便他 如你所說 成為我們的敵人 他也是吃要敵人 對不對 最高戰法就是 結合吃要敵人 打擊主要敵人 我們利用 因為我們沒有話語權 我們也沒有跟台灣老百姓 收稅收 我們沒有那個實力 來跟他們 做這樣的對抗 所以我是覺得說 我們可以利用他們 如果美國應該有 對他們有一定的影響力 所以有些媒體 為了要賺錢 他會給我們一些空間 但是我們要看得懂 媒體在幹什麼 我不是說 因為這個媒體 最後不可能去沉下去 不太可能 因為為什麼 因為要重新 重新的一個申請 當然如果最好就是 無縫接軌來講的話 他是 要越讓人家看不懂 越好 越讓人看不懂 越好 就是馬照跑 我照跳 結果賺錢就換掉了 好以上這樣